葛珮帆議員 接著請葛珮帆議員 多謝主席 首先多謝今天出席的所有的朋友 我們是關心這個問題的 主席我相信其實這個問題 存在在社會上很久 周不時我都會有很多家長 家庭都有向我去投訴方方面面的問題 這些問題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有向局方去反映 或者向處方反映 可惜一直以來我都看不到局方 處方有一個很全盤的計劃 去解決軟捨不足、人手不足、管理不善等等的問題 令到這些家庭很多時候都是求在無門 那種痛苦和淒涼法 事實上我相信局長其實你都見過很多家庭 每一次你都應該感受得到 這次康橋施差的事件 亦都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亦都是其中一個引爆 這個事件令到人體社會上廣泛的關注 這次是一個我覺得政府是不可以再推卸 或者亦都不可以再去避 一定要想方法去有一個全盤的計劃 去幫助這些家庭去解決長期面對的這些問題 我尤其特別關注 就是這次康橋事件特別突出的 是性罪行的問題 就是性暴力和性罪行對一些智障的人士的傷害性 尤其是難以接受 所以這次也有很多團體提出了一些意見 例如將性暴力防止機制列入法牌制度 將一些有性罪行紀錄的人士列入一個名冊 亦都跟院社可以去監察等等 這些我覺得局方應該是去詳細研究和考慮的 多謝主席 請多謝主席